李宗盛,我们知道在上个月,国家安全会议已经把我们五期四年经济的计划已经核定了。您现在是不是谈一谈这个计划当初草泥的过程? 这个陈先生,我今天很高兴有一个机会能够向各位电视的观众就这个第五期台湾经济建设四年计划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这个第五期四年计划,草泥一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那么这个计划是由经济会会同很多的,同时也采纳非常多的经济专家以及工商界的意见来便宜的。 所以这个计划也可以说是结合很多人智慧的一个接体创作。 是的,那么这个计划的内容以及今后我们之前的重点大概是放在哪一方面? 这个陈先生,你看这本这个计划是非常厚,一共有四百多页。 所以要讲它这个内容,当然不是这个三眼两女可以讲得完的。 那么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往政府推动这个经济发展是希望采取一个平衡发展的一个方向。 换句话讲,我们要发展工业,但是并不忽略这个农业。 我们要发展重工业,也并不忽略这个轻工业。 以往的政策是如此,我们相信今后的政策也是如此的。 不过,假设您一定要叫我讲一讲这个第五七十年计划的重点在哪里呢? 那么我也可以,也许可以大幅,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今后四年呢,我们要加强公共建设的投资。 所谓公共建设,就是电力,港口,公路,退路等等。 以往七八年呢,因为农工生产增加的非常快,这个农业大量的扩展。 使得在肉干方面呢,公共建设方面呢,发生这个瓶颈作用。 所以今后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一方面做大量的投资,消除这个瓶颈。 另外一个重点呢,也可以说是我们要建立重工业同高级工业。 以往我们的这个工业发展的重点呢,是在发展这个轻工业。 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发展中的国家,都采取同我们一样的发展的方向。 假设我们不是能够在走在人家前几步的话呢,今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呢,就会发生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重点呢,放在加强公共建设,同建立重工业,同高级工业这两方面, 来奠点今后台湾经济成长的一个基础。 是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智行方面,今后我们大概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使得我们这个计划能够得以实现。 是的,陈先生,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我们在这个第五期十年计划里边呢, 那么这个所采取的措施当然很多了, 不过最重要的呢,又可以分两方面来讲。 因为今后四年呢,我们要投资的这个数目非常大, 就是要达到我们这个经济成长率不分之七的这个目标的话呢, 根据民国五十五年的币值呢, 我们要投资大概一千八百亿新台币, 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那么这个一千八百亿呢,主要的裁员呢, 主要的裁员呢,是要靠这个过敏的储蓄。 所以因此啊,今后我们怎么样来加强鼓虑储蓄, 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技。 谈到这个鼓虑储蓄的话呢, 当然这个并不是简单。 比如说我们一定要维持物价的稳定啊, 使得国民对这个币值有信心啊。 我们一定要这个控制这个货币供应量啊, 使得这个这个物价能够这个控制啊。 所以我们为鼓虑储蓄的话呢, 要采取一连串的金融财政方面的措施来配合。 第二个这个努力的方向呢, 就是我们这个今后四年呢, 要投资的话呢, 一定要进口很多的资本财, 以及设备同这个原料。 那么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外汇。 那么这些外汇呢, 主要是要靠我们呢, 这个输出去赚来的。 所以因此啊, 怎么样这个加强拓展输出呢, 也是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努力方向。 不过谈到要拓展输出呢, 那么也有要做一连串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要技术不断的, 要制造新的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几万家的工厂, 要灌输新的这个企业惯例的这个观念。 那么我们要自己要加强科学的研究。 所以谈到这个拓展输出的话呢, 我们也要采取一连串的这个措施。 是的, 您刚才提到我们这个今后预定这个, 这个经济成长率是百分之七了。 您对这个数字是不是有充分的信心? 是的, 我们这个以往啊, 这个有执行四期事件计划的纪念。 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 我们有相当的信心啊, 能够这个达成这个目标。 我们的总统啊, 在国家安全会议曾经有所指示。 就是我们可以接受啊, 以百分之七这个经济成长率啊, 为今后十年的最低努力的目标。 但希望这个全国上下群策群力, 能够达到百分之九的经济成长率。 我们今后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个总统的愿望呢? 我觉得呢, 就是有六个字可以来表达。 就是说我们要计阅, 要除血。